很多人留言问我说 怎么防虫蚊子小黑蚊 我今天一口气跟你说 到底这些虫子的问题怎么办 趋光性的虫 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出没 它会跟着光跑 大部分是骚扰性质 它不会咬你 晚上点灯的时候呢 离你自己远一点 然后头灯不要一直开着 因为它会往灯光跑 你开头灯它就会这样 转转转转转的脸 就很烦 那如果像我现在也赢的话 你看这也赢 我灯放两侧 人在中间 虫呢会在上面 那两个角 所以呢虫子趋光线虫 也不会撞到我 好趋光线虫解决了 小黑蚊跟蚊子 小黑蚊呢很小 看不太到 出没时间是白天 蚊子也是 蚊子看得到 然后出没时间大概白天的时候 蚊子跟小黑蚊 蚊呢我用两个方式 一个是化学性的防蚊 一个是物理性的防蚊 什么叫化学性防蚊呢 就是防蚊液了 那防蚊液呢我自己的经验 找克蚊子的防蚊液比较容易 通常都有效 各种喷的啊我自己是喷的抹的贴的 防蚊子的用喷的 我自己是大部分都有效 小黑蚊比较麻烦一点 我各种喷的呢 什么还有标榜专刻小黑蚊啊 露营店专卖的啊 我试过都没效 只有一种有效 一种防蚊乳液 某一排的防蚊乳液 我就试过我去钓鱼 全身包紧紧的直肉这双手 第一次呢被咬了 满手打下去 五只小黑蚊 后来呢我擦那个防蚊乳液 擦上去 真的不会来咬 但是呢 它就在你手中 嗯 也是很烦 后来我戴手套 然后再来是那个防蚊乳液呢 不舒服 它像成乳液油油的 会让你很闷热 然后呢 你如果是做事情 要一摸啊 就很不舒服 然后再来是它大概也有效 一两个小时就再补一次 所以就手一直油油 一直油油的很麻烦 所以后来我也不用了 那我告诉你我现在怎么防蚊 首先呢 长裤长袖 长裤长袖又有两种了 一种是那种宽松的长袖上衣 穿松的裤子 这个比较好解决 这个最好用 为什么 因为呢 这可以防小黑蚊 又可以防蚊子 这种 比较宽松的裤子呢 蚊子 穿不过来 因为呢 它就像穿过来的 它中间还是宽松的 那个裤子没有贴整的肉 所以这种宽松的上衣啊 宽松的一个 这个裤子啊 或者是薄外套 可以防蚊子 又可以防小黑蚊 但是 宽松的裤子好找 排安裤就可以 就像现在穿这种排安裤就可以了 上衣比较麻烦 上衣呢 我就用这种袖套 冬天就是薄上衣 夏天就是这种袖套 那我说那你可以买薄长袖啊 因为薄长袖比较不好买 你也不能都买对薄长袖 而且很多薄长袖不够排汗 所以呢我就是用就是这种 各种排安上衣我喜欢的 然后加上袖套 但是呢袖套这种贴的紧身衣的材质呢 防不了蚊子 因为这种太贴你身的 你的体内也会散出来 然后蚊子前面渐渐的可以这样插进去 它还是可以叮你 但是因为在上衣你都看得见 你比较不会被咬 如果是腿你穿腿套 哇 会不会咬得很惨 我就试过穿一个腿套 然后有一天不想去一个草丛 我就进去一下下而游 下午左右 哇 就看到一堆蚊子在腿上 叭叭叭叭 全都被咬了 所以我的目前最常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排汗裤 冬天就长袖上衣 夏天就是短袖 加上袖套 这样就解决大部分的蚊子 小黑蚊的问题 还有趋光性的问题 靠灯的蚊子来解决 这就是我的防蚊办法 我的频道开启会员了 平常每个月缴交一点点钱 30块 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 使用专属的图案 把我想去哪里的计划 事先公布在我的YouTube上面 只有会员才看到的一个讯息 然后在我的YouTube的订阅旁边的按钮 按一下一个加入 就是加入会员的功能 好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拜拜